大家好,今夜关心人类 关心人类就是说说美国呗 美国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都是以嘴狗毛 真的是纯粹扯闲片 凡是说中国问题太认真的人 我说了,不是笨就是坏 因为你把中国的事情说得特别的讲究 特别的认真 你基本上是在骗别人 忽悠你的粉丝,忽悠你的韭菜 中国的事情有什么好谈的呢 如果我不是为了蹭点流量,赚点广告费 我一个字都不想说 没有任何意义,浪费光阴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子的 我今天看到我比较熟的 大家也很熟悉的张明老师 因为说我爱慕大于心死 完了以后呢,说我再也不忽过忧民了 我要随遇而安 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一声叹息 扬天长短了,是不是 真的,你一个知识分子 你救过救民 本身就放大你的个人价值 你有什么本事救过救民 你忽过忧民呢 你忽不了了,你搞不了这些事儿去呢 你就绝望了 完了以后你就随遇而安 你怎么又在哪儿随遇而安呢 你跟我说说看看,你安在哪儿去呢 是不是,你中国之大 没有一个放书桌的地方 你在哪儿安呢,是不是 你前后失聚,左右不对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点别的东西行吗 我说过你要有新的价值补习进来 那中国传统历史它就是这样子的 达则兼善天下 我顺利的时候呢 我就去救国救民,是不是 向皇上写折子 自己唤醒了自己是一个边外副总理 搞点大事儿 一旦搞不成呢 我就什么随遇而安 我就是逍遥游 我就是这个桃花元祭 就是什么 因为搞这些个事情 就是中国人平常的时候就是儒家 然后完了以后呢搞不定了 就道家 前后都不对 所以我一直说的 你再怎么批评儒家 儒家比道家要强一点呢 为什么 因为儒家他有济世的情况 他做事情 道家他就一滩烂泥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一个逍遥游发 你跟我说说看看 你不是骗自己吗 所以这会儿也说随悦 所以我说过啊 谈中国的问题 无论你是从儒家的角度谈 还是从道家的角度谈 都是忽悠人的 都是骗人的 还不是像苏老师一样造谣传谣 是不是 哎呦喂 真的 真正的有价值的问题 是你要去读懂美国 那今天有一个人跟我写了个文件 苏老师我儿子要上大学了 要了解美国的简史 先推荐一本书 我就说我前两天在美国很多人在读的有一本书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叫美国秩序的根基 是吧 他讲美国的秩序它是怎么来的 他有几大根基 讲的蛮清楚的 我觉得那本书不错 比其他的什么美国的历史书要好 是吧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讲讲美国的问题 当然有几个热点呢 首先第一个排名第一的热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西婆她的这个私人律师不是一直在过堂吗 是不是 一直就这个老川的窃听呢 然后搞什么通俄门的事情 一直是他们操纵的嘛 一开始说不承认 没有的事情拒绝认罪 这两天传出消息了啊 我看老川在他的那个社交真相里面 真相社交里面也说了啊 承认了承认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婆亲自签字化压 同意让全球最强大的群制系统 把这个这个什么呢 子虚乌有的老川和美国的银行之间的一些 一些事情做成一个真家伙 然后交给媒体 然后掀起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通俄门的这么一个炒作 从头到尾就是西婆一个人一手导演的一手同意的 你知道吗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 主流媒体基本上不说 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两天好像在说 其他的基本上不说 但是不说不代表美国这边的人 他就放弃 因为美国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基本上华盛顿DC那边的人呢 都是一趟难迷了就不行了 不管是最高法院还是这个国会 国会就更别提了还是白宫都不行 政府议会最高法院都不行 但是美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周全这个地方还撑着 还有就是民情秩序这个地方还撑着 你知道吗 就是在周一级你这帮高层的这帮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帮这个沼泽定理的恶语啊 你想搞事情没那么容易 所以基本上现在是用中国人的话 就是什么就是基层的力量 这个基层量它表现两种力量 一个是周的这个行政权力 周呢在某种意义上 他还有一些立法的权力都有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嘛 还有就是庞大的老川的选民 商议的这个爱国者啊 就这么两股力量现在还拖着美国 让这帮流氓地痞做恶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你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 和这么强大的具有制衡作用的周全 你让这个华盛顿DC的那帮这个生大鳄 那帮鳄鱼想撒开花来 完了以后犯罪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西婆现在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啊 真的这是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它还是有一些个博弈的 所以我说呢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灵魂的大战 观念的大战 它总是发生在美国 我们这些人呢 因为没有切入到美国的秩序的根基 你不了解美国的观念层面的这个格局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懂美国 公知呢就是啊 三权分立的制度 美国的制度好啊好啊 就是好就是好 你再好的制度也要忍耐去推行的好吗 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早就烂大街了 我跟你说 美国现在拖起美国这个国家的根基是什么呀 一个是传统 就是我说的民情秩序这是传统 第二个是周权 就联邦制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老百姓手上还有枪 这个东西民主党一直想把它拿掉 没拿掉 所以这帮流氓地平的还是比较害怕的 就这么三个东西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看美国的东西 你真是就跟你一个中医好迈 是吧 我们这几个人没有训练过的人 你就摸了半天 你已经摸人家姑娘的小手去了 你都被摸到人家的脉脉的跳动 人家老中医上来就给你一捏就把中医 把你的脉脉给你就捏住了是吧 你能听见对方的心跳 美国你要听见他的心跳 伟大的美联合中国 他的心跳 你听不听得见需要你有强大的这个专业能力 和你对美国跟秩序的根基的了解 或者你根本听不听得见 你听不懂 你说西部这个事情 你说他怎么玩吗 他没法玩 所以他必须只能是什么呢 唯唯纠照 是不是 他只能怎么干 用中国孙子兵法的策略 那就在别的地方搞事呗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 就乌克兰这边的事情 仗差不多都打完了 那个叫什么什么 压缩营的都已经 都已经被弄到这个俄罗斯去了 都撤退了 没有人打仗了 但是美国孩子不能往这个俄罗斯 往这个乌克兰送钱 国会动不动就就就就 几百亿几百亿的往他送 你的账都不怎么打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那是不是 希望打呀 打得越大的话 他就越能转移失线了 所以你看看 那么共和党的那个 米老鼠都跑到乌克兰去去 去秀他的那种臭不要脸的姿势 所以我跟你说 美国的问题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我再说一遍 你读懂美国 你才能读懂人类社会 你如果美国读不懂 你基本上看看人类社会 就跟就跟一个蚂蚁看这个世界 你永远看不进去 你根本门都没进啊 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听中国国内的公知 哪帮孙子 啥也不懂 我跟你说 就在那里 骗中国的更没有见过世面的老百姓 我们这些人有你有强大的美国的传统的训练 圣军训练 然后那以后你又深入到美国的这个民情秩序里面 完了以后你又支持川普总统 是不是 你又卷入到这一个时代的洪流里面 你听他们那些东西干嘛 那些那帮混蛋 包括美国的在美国混迹 美国那帮所谓的搞民运的人 屁都不懂 你知道吗 不要听他们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两天包括这个世界什么什么经济论坛 哎呦那个丑的不能再丑的老东西叫什么来着 诗什么来着 说未来在我们的手上 还把一个这个记者就给抓起来了 这都是狗急跳墙你知道吗 你有你一个世界为经济论坛的这么一个民间机构 你又不是一个制法部门 你也不是个国家的主体 你凭什么把一个记者给抓起来 你跟我说说看看 还是美国的一个记者 你凭什么你跟我说说看看 你是哪一条哪一款 你有依据啊 他没有依据嘛 是不是 为什么 失心疯呗 是不是 为什么呀 狗急跳墙呗 想搞点事呗 哎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事情呢 非常的好玩真的 真实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美国这边呢 他们呢还是 有的时候吧 我们有时候以前过去说啊 你要非暴 你要不合作 你要有程序正义 你要尊重法治基础 这个东西你是什么呢 你是要过招以后 你才有资格说这些话 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要出牌 要过招 你要把对方要逼到这个法治的路上来 如果你 你没有能力把它逼到法治的路上的话 你他直接他就可以耍流氓 比如说选举的事情 他就可以耍流氓 就可以搞一个曲线出来 就可以中头叫停 你能把它怎么逼 是不是 你点办法的 你一定要气死 我的感觉啊 就现在美国的这个周全 和美国的民情秩序 以及这个我们看到的 对这个西婆的这个私人律师的这个大审判 我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审判 这个事儿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 基本上就把西婆奥巴马 拜登他们这几个人呢 就逼到美国的法治的这个路上来 你必须要跟我谈法治 你耍流氓不行 所以这两天又有一个人又出现了 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特别的讨厌的 就是我今天看到有几个姐妹在那里惊呼啊 就是同思嘛 说这个人毁了一个 我们对一个好男人的形象的想象啊 真的我以前觉得彭斯这个人挺好的 是吧 难人是吧 他也是跟他们是一伙的 知道吧 这会儿突然就出来说 啊公开说我要竞选2024年的总统 现在共和党这边的很多人都希望老川又杀回来嘛 又参选嘛 这会儿你想想 如果是在共和党的内部选举的话 那岂不是如果是这个局面 岂不是彭斯和老川共同这个什么展开博弈 你共和党只有一个人最后拿到这个 竞选总统的这个资格嘛 是不是 那彭斯明明知道他没有任何资格打败川普 他为什么这会儿还蹚一蹚这么一段魂 说这些个抽不了脸的话呢 那一定是一盘棋 他们说好了的 就是现在美国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们就是防火防盗 是吧 他们不防火也不防盗 但是他防什么防川普 他们最怕的就是川普卷土重来 因为川普后面有一亿的这个爱国者 还有大量的周权力 这是一个还有枪权持枪权是不是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战胜的这么一种力量 即使一种正义即使一种观念的力量 也是一种民主的力量 也是一种法治的力量 甚至是一种军事的力量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称之为叫天兵天将 这就是天兵天将 你我们不要幻想了上上帝突然拍一个天兵天将 从天使村下来帮我们打仗 美国的一亿的爱国者就是天兵天将 我跟你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理解美国的问题 要理解到这样的高度 真的 好事情啊 所以彭斯出来说要精选总统也是狗急跳墙 他们是希望能够能够这个我个人觉得啊 这是完全是我个人的推测 就是说随着这个西婆拜登他们的丑事越来越多 他知道护是护不住的 护不住你瞅遮不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政治嘛 你就要退一步嘛 退一步他要扶持一个他们听话的人 哎 这时候你想来想去扶持谁呢 他就那么几个人呗是不是 要么就是彭斯 要么就是蓬佩奥是不是 还有谁呢 要么就是那些个 就美国的那些共和党里面那些个 假不假式的共和党人是不是 总得搞一个 那彭斯英国做个副总统 可能是最理想的人选呢 就这样通过再通过各种手续 比如说我在共和党的内部 我搞舞弊 我就把脑川给赶走 这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完了以后再 再让共和党再干两年 因为民主党搞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是不是 他这么一个路子啊 退而求其次 是这么一个思路 所以总而言这样 总之啊 这是极好的消息 真的是啊 说明他们真的是潜力 既穷也 狗技 跳墙也 真的啊 很好的事情 所以看美国 我说过你 你才能真正摸到人类 这么一个难死星球的脉搏 看美国 读懂美国 你才能读懂什么叫人类的文明 什么叫观念的大战 什么叫更强壮胆 真的 什么叫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为什么是一个悲惨世界 什么叫做打那个应该 而且当打的仗 走那个应该 而且当走的路 真的 谢谢大家